今節我就看好南美國家可以奪冠 這場阿根廷對著沙特阿拉伯的賽事 體拍是毫無懸念了吧 毫無懸念? 沙特有沒有戰鬥力? 都有拿過9次世界決賽,有一定攻擊 對…入圍得多,自己的比賽就在自己的戰鬥中 對著阿根廷的強隊 我想…起碼都輸4、5、6、7個 那即是投降也不可以? 應該也是那一句 好一點 勝把 應該是投降少一半 巴哥以衛免者之塔來到卡塔爾的賽場上 今次沒有了簡迪又沒有了普巴 難道第一場對澳洲就要觸招 我是即使這版本的阿仙套球迷 佩茲 C組 墨西哥和波蘭看怕 都未必是阿均廷的手腳 換言之大家都是欠個小組次名出線的席位 第一場就直接對上 我覺得大家都會偏向保守 我知道你們說波蘭有利雲對烏斯基 但在國家隊他一個人真是搞不定 我覺得每一個機會都幾大 大家好我是世界盃 決定要看完但相信看不完他的職名 為大家介紹今屆世界盃的最強黑馬 說的是上年歐國盃的四強分子丹麥 誇張一點我說他是增標組 吹捧到他這麼厲害 對著特尼西亞沒有什麼差池 和大家一樣全職體堡的BOSS MJ 歡迎收看世界盃版的 麥波都知 嘩這麼快就來到第三個比賽日 很多的強隊開始浪速出場了 之前那些不是強隊 之前那些是卡塔爾強強 卡塔爾有他強的地方 他強的地方和沙特都很類似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選這隊強隊沙特 對著一隊藝強隊阿根廷 阿根廷就近距都 OK啦 有球王美斯寶都還未老 都美斯了十幾年 十幾年了 自己二十年都有 還是這麼厲害 第一屆的 他參加世界盃是06年 今年已經是第五屆 現在是35歲 但仍然是隊長的身份 和老大哥的身份 當然也要看看 美斯旁邊是哪些人 因為你沒理由打死阿根廷 就打死美斯一個 他的朋友阿古魯就沒辦法了 但他另一個朋友迪瑪利亞 迪瑪利亞還有一個實力 都很老一下 好像要靠一下那個在二甲效力的 國際米蘭 馬天尼斯 歐馬 對 拿達路馬天尼斯 阿根廷很奇怪 歷來應該就不缺前鋒 很多年以來 但是近年除了美斯 也有阿古魯 大家都會擔心的 美斯老了 是不是沒有前鋒 不是啊 好在現在有一個 拿達路馬天尼斯 就出來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都還有一個伊卡迪 但是因為不朋友 所以就不可以入選 看過他踢巴黎 好像很一般 那他在巴黎 自己拿來的 不喜歡去中游 或者刺一級小小的球隊 去踢正選 去鬥糧 人格勇志 中場方面 其實會不會擔心 培芷是否想說 中場上面 其實現在 我想說回前戰 什麼大巴黎 我猜不到 他又出得回來 上幾場都說 他在罵馬 他說出不回來 但是世界盃又突然 好回來 就可以出回來 有個帥哥看 這個也重要 對 很大 在頭頂 他入選就是入選 究竟是否真的 有狀態 踢 都很久沒見過 他是有一個 十足狀態 踢 我覺得分組賽 他上陣的機會 可能是第三場 已經出了線的前提之下 就會給他出多一點時間 其實實際上 有美斯 在國家隊陣中 美斯都算是霸著右路來踢 今季的 或者現在的阿根廷 都是433陣式 中間就是埃爾馬 右邊都是美斯 所以跟大巴黎的位 就是完全重疊 大巴黎就沒有位置可以踢 所以哪怕你說 你未傷得 好也好 狀態未上來也好 頭兩場分組賽 我相信大巴黎出現的機會 應該都小一點 除非阿根廷半場 就數了沙地三球 否則應該都第三輪 但這就是我想說的 今次對沙地 我覺得有機會 可以數夠一二三四球 有沒有這麼輕鬆 沙地阿德伯在上屆的 一百年世界盃也有參與 第一場就馬上來個滿屠紅 送禮物給豬隊 0比5輸給俄斯 他確實是 好像歷年認識他 就不是踢防守的 會防守 定不死守 所以是可以輸得多 因為他對著強隊 亦都沒有一個說 要穩守的意識 都是打前面自由 所以我都很擔心沙達拉伯 對著阿根廷 你知道其實他們前場 但是不怕 其實有一件事不怕 你看看上屆 他是0比5輸給俄羅斯 但起碼都2比1贏過埃及 埃及 埃及就有埃及美斯 沙拿馬 那現在對著真美斯 可能都什麼呢 他對著烏埃歸都只是輸1比0 南美球隊 上屆也不錯 有些球星的 所以又未必可以太划 其實未必是 未必是超級大敗 但是都中敗 不過我只是這樣說 其實我事前都寫了 這一場是鼓大的 贏阿根廷 我想大家不用猜 都是猜阿根廷贏的 贏多少球 那反而 譬如說 那個半場 呢 因為阿根廷也不是很快 入局球隊 你說要搏冷 可能可以選擇半場和 希望他下半場才開始 撕散 其實是很冷的 其實是冷的 已經很冷了 已經很冷了 有沒有半場勢大 半場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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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的都挺有趣的 這個過關 因為我自己看沙特阿拉伯 好像各方面 都真的未可以跟其他隊伍匹敵 在這組的C組 可以說是一隊 必死的球隊 所以 看看他們 制空力上面 當然阿根廷也沒有什麼環 要制空方面的優勢 也是地面盤流比較多 但是制空力方面 沙特阿拉伯又沒有 亦都不可以在這一範圍 去殺得住阿根廷 另外 其實他們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的球櫃 可以自己去選擇多些油賽 去參加 去跟他們比一下賽 熱一下身 看到他們集中的球隊 去找都是一些中北美洲的球隊 似乎是想應付 換為墨西哥 他們那幾支球隊 都可能著力未必在阿根廷身上 在這場未必想拿分 多明智 直接放棄 拿經驗 草球衣 到時就交換球衣 我覺得90分鐘之後 起碼有四個沙特球員 會圍著美斯想換球衣 他們那麼有錢應該都能買到的 不關事的 我跟他們同場經濟 那件球衣也是 他身上的那塊污漬 就是我剛才擠下他的時候做到的 不出奇的 我覺得 與其你說半場細全場大 我就進取一點 既然要敲冷門 我就敲一個5比0 半場 不行 夠冷 德國對巴西才會出現的 阿根廷沒有德國這樣說笑 我覺得整個全場5比0 甚至整個其他 既然都是要敲冷門的話 沙特是沒有什麼掙扎的魚對 其他都不是很爛 其他不爛 那就5比0 是5比0 比較爛 這個阿根廷 我相信大家都比較認識 我們不斷地遮蓋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雖然是 你應該很熟 不敢說 很熟 在亞洲有些出名的防中 比如說這個卡因奴 三成 是這個亞洲的 即是那些世界波羅為賽 亞洲冠軍球會杯 都薄有名氣的這個防中 然後他們後防有一個叫做 哇真是難搞 叫做艾加蘭 艾加蘭 就打右閘 在整個沙地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世界上 就用金錢去估計的 沙地最高的股價的球員 就是他 那幾千左右呢 嘩 真的不知道 忘記了 身價最高 身價最高 我看一些國內的報道 就說他在沙特裏面被譽為 因為每個球員 他是有成長值的 他現在最成長的 已經是完美的 一個他的頂峰 大加藍 他真的是瓶頸位 顛峰 顛峰 可能就是 這一屆大賽再來的特殊 理論上他就面對著迪馬里亞和美斯那些球員 可以證明一下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巔峰 還有是不是真的這麼高 這兩個是 挺有趣的 都是一些防守球員 對 這場應該是不決防守的畫面 給他們發揮 發揮 我怕好像當年這個香港隊 對阿均廷那場的友誼賽 都很好發揮 很好發揮 很多畫面 當年我記得陳偉豪代表香港 他對著美斯 對著阿古勞 我問他 有沒有可以記錄 兩個人可以記錄 他可以嗎 兩個人可以記錄 想走去記錄 都不能上去 那些部分太快了 當然 當年的美斯 那個敏捷度 就高於現在 不少 但是純粹說 個人腳法能力上面 哪怕你不計美斯 只是阿均廷陣中其他球員 都真的 很強 所以我覺得 你猜多少 我猜5比0 他 波斯就說 半場 半場小 他整個 我猜大的全場 但是有些 現在未能研究到他的盤 究竟會不會開很多入球的大 我猜都是兩球半的 應該都是三球 你整個四球半的大來買一下吧 是啊 我想我會買三零四零 三零四零 我說五零 那你是不是再縮一些 還是再多一些 我呢 就跟積奇那個 的預算真的差不多 因為阿均廷 你見其實他們現在氣勢如紅 35場的比賽不敗 加上在世界不外圍賽的時候 17場 是有11勝6和的成績 另外又入到27球 即是失了8球球 所以這些數據 總統看來 你看到阿均廷整個 氣勢都在上去 對著沙特阿拉伯 這一場真是當以身材 或者訓練 以賽於操 即是他真是各個球員 試一下入一球 試一下各個入一球 試一下各個入一球 就是股道 落敵股市等等 其實剛才那四個人 一個是23 另外三個人是28 所以我覺得今屆的阿均廷 中場活力是可以有保證 然後就推到一些波 上去給大佬們搞定 想看的 因為阿均廷歷來是那些 很多魔法師的中場 但現在不是 現在他們竟然是一群很平實 你不會吸引不到你的 其實我特意看過迪寶萊幾場 因為聽說他在這個 美洲國家盃上年的 有好好的表現 但看到西加體育場 吸引不到 但很實在 戰術執行來很好 可以看看這一班 可能會是未來阿均廷的方向 就是這樣行的一個 實際務實的中場 這樣去組織 是不是都OK的 是不是都會很 很攻勢很凌厲的 這個是一個可以看的看點 而且都是X Factor 不過我想阿均廷 可能不用看的看點 就是他們的後防 沒有人說過 後防 對沙特 對沙特沒事的 但我身份實力進攻 對波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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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馬天尼斯 就是他們的門將 就是以前阿仙奈的球員 那一次也有說 阿斯東維拉的時候 去到那個 射佛球的點幫他們的隊友去看位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到時候 看看哪個位置射入呢 不是 魯尼都OK的 看看用哪個龍門 三個龍門都有一定質素的 應該是馬天尼斯的 馬天尼斯應該是高一點 高一點 沒錯 然後後防 馬天尼斯也是 馬天尼斯回答奧達文迪 應該都不用怎樣出馬 前面有馬天尼斯 後面有馬天尼斯 對呀 他們又可以三個蜘蛛合指著大家 OK 好 這一場是不是差不多了 這一場沒有完 對呀 轉個頭去看看 另外一個C組比較 勢君力敵的賽事 轉回來講 咦?KK? 我喜歡搞會員制 是嗎? 那我們要做什麼 不知道呀 我想要多拍影片吧 但是KK 你是車路士女神 當然多人看 我拍影片 會不會沒有人看的 那整群阿仙奴求迷 你怕什麼 你大多人看吧 還敢說 不過不要緊 我們這麼多主持 應該有很多東西看 沒錯 還要多些人裝會員 我們多點資源 請多些主持 做多些不同的影片 聽說 好像很多女女都加入我們 對 那到時我們夠多人 就可以搞個大型的看球派對 嘩正呀 對呀 快點啦 先加入會員 怎樣做 你也要 快點啦 好啊 來到C組的第二場 這一場就真的激烈很多 應該就是爭出線 最關鍵一戰 對呀 就是我們假設 第一場就快爭出線 因為我們假設 大家事前的假設 阿根廷就出眼線 沙地就出眼局 理論上剩下一個出線席位 就是墨西哥與波蘭之爭 所以這一場是一個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關鍵的大戰 很值得看看究竟誰可以贏 但應該是不是要靠波蘭 沒有什麼準 對呀 即是沒有什麼了道 手執了一些世界頂級的射手 但歷來就沒有什麼表現 我記得上級奧特的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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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利雲道會司機 雖然他個人能力很強 但是他是中鋒來的 始終他不是一個扭N過 然後自己去射球的人 他都是更加需要隊友有質素的傳送 但是隊友的傳送能力和時間做得越差 他在那個場上一定是越靜 變相你看到波蘭的球 很多時候利雲道會司機 都是會回撤後撤去到中圈附近 幫忙搶球 拿到那個球 然後有些隊友可能不省水 也是體力的原因等等 一齊掌握上來 掌握得很慢 所以利雲道會司機 是有一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哪怕他個人 在球會以前 拜仁現在是巴賽 都有好發揮 都先計 但是隊友真的給不到太多支援 難搞啊 不過是否好像近來 有沒有一點點 上升 哪裏 即是他們的整體球員質素 因為我們上司 利雲的老婆 利雲的老婆 好啊 因為那個整體球員 近界又好像好一點點 即是他們那些人 在意甲好像挺出色 有半隊意甲進去 有斯聯司機 然後有老牌的中場 基祖華克 然後他中後場都有 效力羅馬的左閘 薩利夫斯基 聽說你都不錯 然後利雲道夫斯基 我真的不知道波蘭會不會打雙戰頭 正常都不會的 但如果他打雙戰頭 都叫做有個祖雲達斯的米力克 米力克 是的 叫做可以擺一下 幫到下手 但已經沒有供應了 還要擺這個字 對 所以應該就不會擺 應該一次擺一個 會比較合理一點點 那究竟誰去做傳送呢 就靠斯聯司機 斯聯司機 好像在這個耳鴿都踢得不錯 我覺得 好厲害 靜了 立刻 靜了 麥哥蘭 看回他對上兩場 對智利那場友誼賽 我們錄影這一刻 我們就未知 但是對荷蘭和威爾斯 他分別試過擺雙戰頭 亦試過擺單戰頭 都是用一個三中堅的體系 然後體系的中場線擺五個人 兩個逆圍那一款 還是擺一個叫三四二一 然後就對利雲一個單戰頭的狀況 他對荷蘭舒陵比爾 就正正是擺了利雲單戰頭 贏威爾斯一比零那一場 就是雙戰頭了 就是米利克 還有那一場就是用了 斯維達斯基的 麻煩米利克斯 試一下新球員 對 那個配合上面 會不會說 有一個有活力的球員 去幫利雲道夫斯基做那些揣擾 去牽引 令到他拿到球的時候 然後身邊頂籠都是一個起兩個子 不會被人品字形圍著呢 可能都是另一個思路都不定 但是這一場我覺得對墨西哥 應該就未必這麼大膽 究竟一大堆豪 應該什麼 未必這麼大膽 未必這麼大膽 應該我覺得起碼 半場應該都是利雲單戰頭 然後再看一下 維持零比零 還是戰局如何 再加一個忍 還是怎樣 總之不輸給你 不可以輸 這場不可以輸 正如Boss你所說 大家都基本上是直接欠 小組第二名 如果這裡輸給你的話 基本上我不贏阿根廷 我都很難搞可以出到線了 所以不輸應該都是大家其中一個 可接受 是一個KPI 即是一個指標 有趣 如果是不輸的話 就是鬥輸 然後鬥什麼 鬥輸少給阿根廷 對 鬥贏得多 阿沙特 都挺有趣的 對呀 分分鐘利雲哥一場 對沙特一個人入四球 不輸方面 配置應該有些信心 有你的舊朋友 你說的哪邊不輸 波蘭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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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的舊朋友 阿斯治斯來 CCC 其實他在波蘭的派交情況是少一點的 以往都是阿仙奴多一點 聽說 其實他就是有仇 波蘭的後防好過多年阿仙奴 不知道 都有馬迪卡士那些 都有馬迪克那些 問題就是其實他是我仇人 不是我的老朋友 因為他在阿仙奴的時候 就是多派交 去到早記的時候 好像發揮得不錯 所以見到他是不是跟我們阿仙奴有仇 還是阿仙奴的問題 是啊 不說這個了 那麥西哥 麥西哥這一隊 都是打快速放不反的一隊頭隊 每屆至少都去到十六強 所以其實今次我都是看好麥西哥多一點 加上其實他們對內 也是多一點我們熟悉的人 都不少 都不少 真的不少的 例如拿波利的易峰 羅辛勞 其實他今年在拿波利的狀態都非常之好 大家都知道整對拿波利其實 超厲害 所以季初真的很厲害 然後波士也有個中場指揮營球員 太太營球員都要推介一下 阿迪士那個 艾神艾華利斯 聽說他是 奇怪 他今屆還未轉會去其他號碼 因為很多人傳過曼聯 曼聯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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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聯最多就是錢 沒有人肯來 可能他都不肯 聽過了 不肯 很多 可能阿仙奴 我忘記了有沒有曼城 幾隊英超豪門都說要叫走這個人 但他今季還是留在阿迪士亞 是一個歐洲享負盛名的房中 可能他跟經理人團隊覺得 這次世界盃我們會有好表現 然後又可以叫高價 人工叫多些 有機會這樣也不定 另外還有派尼達 黃宗維也說 是 非常之喜歡的一個圖園 和他同樣 矮的 墨西哥人的膚色 我想跟他差不多 就不會很黑 因為他喜愛那種是黑人球員 他說他很波之人 不是因為他膚色 是因為他夠重心低 是啊 墨西哥出名的人 就是扭球 他也是打進攻的 進攻之中的明星 中場就是這個派尼達 我也推薦一個 我也推薦一個 就是華家或者叫域家 這個 阿歷斯X Figga Figga 就是踢左翼 他有突破能力 有速度 也推進去射球 當然 我們去做個參考 他也是在墨西哥裡面 就算是突破能力很強的一個 去到世界盃 還是否可以 這麼如得水 是否有這麼多機會給他發揮 就真的要看看在場上的表現 如果你說有哪一個人 是要一己之力 可以改變到一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個 Viga Viga 應該是他的 派尼達 都是要分波為主 分什麼呢 就是分給左翼峰 Viga 去哨辣 有機會是這樣 但是這場墨西哥對著波蘭 我剛剛都說 都是看好墨西哥比較多 是嗎 為甚麼呢 我剛剛都說了很多 對於他們比較好 即波蘭也看不到球 我覺得是公認問題 始終墨西哥似乎是比較中前場 前中後都有一些勁的人 平均一點 就是要打整隊 世界盃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要看整體性好不好 所以在這一方面 可能我自己比較支持墨西哥 都是美洲球隊 所以不是南美 是 你當這是理由的 美洲球隊在世界盃表現 又確實不錯 經常有些令人驚喜的演出 即是我們如果不是做功課的話 你是想不到墨西哥 原來每一屆都能夠出線 少了 沒錯 其實我本來都是看過墨西哥 那這屆都出 這屆都有機會的 是的 都有機會的 本來我是看過墨西哥多些 但是 打法上 兩個有些黑制度 因為墨西哥 文說他打進攻 雖然他不是一隊球星如雲那些球隊 但他喜歡打進攻的 那個體系方面 他扮演球員的DNA 而波蘭這一隊 其實他最適合 就是打防範 即是他防守球員的質素 是相對高的 即是馬迪哈希 那些 那些 其實我覺得這一場比較有信心的 不是哪一邊贏 我有信心是個勢 零比零 一是零比零 一是兩邊試一下一隊 可以能夠一球 然後就沒有了 如果五分鐘有沒有一球 然後整場的球 都未必可以再有第二球出現 那就是小 小 我比較有信心是小 小 小我也覺得是 小 反而哪邊贏一比零 即贏的就是一比零 要買球蛋 但哪邊贏我 我都 五五球 我整個半場 半全場 我整個和煮 我看好墨西哥 臨尾有些個人能力 可以發揮一下 有跟 你的和煮 跟嗎 是啊 和煮都跟 他不同 和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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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買一比零 我只買一比零 和煮和煮 我真的看好墨西哥 我真的超勝一比零 但坦白說 應該都是差第二 是啊 這兩位是差第二 看看阿根廷會不會自己PK 不PK應該都三戰全勝 是 那我們是否RUNPA這一組 究竟怎樣看 這組 這組都說得很明確 阿根廷 沙地好像在死 在死 搞分 阿根廷 我想說一下這兩隊 其實我覺得波蘭有機會 踢跌阿根廷 而墨西哥是沒有機會的 就是墨西哥 踢法上的克制 太相似 阿根廷 對著墨西哥 很舒服 對波蘭 反而波蘭可能是鐵桶陣 這樣守 然後前場一個突擊 5分鐘沙特有秘密武器 我們不知道 你怎麼拿錢 那些又是石油 和卡塔爾那些 沙特就很難給他一個驚喜 所以這一組 雖然我剛才猜墨西哥 我們傾向墨西哥多 但如果要猜出線球隊 我又看過波蘭多一點 他很糾結 他很糾結 看來這一組的形勢 都不是那麼明朗 其實阿根廷出線 應該都OK的 OK的 我們這一組先趕著這麼多 稍後回來說B4DOTDOT組的比賽 厲害 最後這樣 我們來到第三節 我們是愛隊 今天是最好看的一隊 我們是愛隊 很多香港人都會很關注這一隊 是嗎 丹麥隊都關注的 過年就關注 丹麥 不是的 譬如歐洲國家部的時候 丹麥哥 大家知道 基斯坦力臣 他是有些事 但是那一次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見過那麼多人去關注丹麥 可能那一次的事件 令到人覺得 大家都覺得 原來丹麥隊的故事感都不錯 是啊 都感人 多了球迷 是嗎 你感受到嗎 我感受到 你有沒有跟一些旅球迷聯誼一下 丹麥旅球迷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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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麥旅球迷 畢竟丹麥旅的故事 的確是 純粹論過故事的曲折程度 也是很吸引眼球的 現在基本上他都回到自己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水準 在球會 整對球未必太好 但是他都做到他應該做的事情 你們最熟 你不喜歡他 我不是很OK的 熟熟的 我就是覺得 阿力旅不應該在那裡 我就是覺得 阿力旅不應該在那裡 錯隊吧 很多球員都錯隊 應該在那些球隊 既然是你的愛隊 前中後三線 中間我們就說阿力旅 前和後有什麼分別 晚了呢 基本上可以說很久 其實丹麥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其實他未必有很多天王巨星 即是基斯坦阿力旅大家都認識 但是我猜大家之前未必 當他是一個Superstar 丹麥就是這樣 他譬如只是前場的位置 他有幾個前鋒 在歐洲國的背道 輪換出來 而輪換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他們每一場出一個 出來一兩場去負責 擔政 其實都會做到 譬如說有這個 尤素夫寶神 德甲羅比錫的尤素夫寶神 有這個多爾貝治 跟著有這個巴塞 離開到巴夫位置 還有現在去了 這個賓福特 之前是在義甲踢的 做這個 講的是阿力旅的鐵板人的 單斯加特 其實幾個 其中一個 都是很有潛質 還有 好像能夠在過一場 丹麥大騎 輪流揹到飛 是一個不錯的配搭 所以 都顯示到丹麥 並不是特別依賴 兩個人 而是整隊球 整體系 是訓練得不錯 這個也是 丹麥除了故事吸引之外 在場上都有不錯戰鬥力 最重要的原因 剛才說的 那幾個球員 他們在丹麥隊各自有表現 但是你說 純粹論個人實力 又未必說真的很厲害 但是 是對踢 國家隊就是有默契 所以 是交到功課的 人們都說 丹麥的踢法就是那種快樂足球 快樂足球 他們就是會很開心 當這個足球很有享受 所以為什麼他們在球會的時候 可能壓力太大 就未必發揮到他們有的上限 其實不是 其實最簡單 我住在丹麥都一個人都快樂很多 對 比起香港 北郊都是快樂很多的 壓力又小一點 那他們現在在踢英超那些 就可能壓力就不是那麼低 是 因為都有一些在合理大球會 例如一對防中 大家推介 就是有這個香爾寶 大家會更認識 你們是死對頭 沒有說 然後有這個迪蘭尼 都是歐洲很強的這個防中 這對防中就應該會站穩 那個中 中逐線 中逐線 有的了 那麼 審判員有大家熟悉的卡斯伯 薛米糕 薛米糕仔 絕對救力 薛米糕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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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聯賽裡面 那看來丹麥應該 不能輸 贏了 特尼西亞 有沒有什麼反抗的餘地 特尼西亞 特尼西亞 真的難一點 特尼西亞 真的差一點 聽說你做的功課 有一個很厲害的 晚虎 的射球 是 有一個叫做華比卡斯利的人 他是有絕技晚虎射球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在發甲他的軟射的數字 是比那個名將 叫做阿Pierre的 阿Pierre 是的 比那個名將 他是 中路軟射有一手 是他的絕技 但是 究竟有多少機會 給他施展這個絕技 當然是乘以問 其實是 丹麥對內 真的有不少 是 防守幾勁的 猛將 尤其是我們剛剛說 英超 其實也有很多英超兵 除了剛剛的巴塞龍 還有基斯甸神 也有另一個基斯甸神 就是來自列斯聯的一個右閘位 他的產節力也挺高的 另外 他後上 即是後襟 他有一個 的射門 其實也有做到不少的功課 做到不少事情的 另外 就是水晶宮的安達神 其實都見到他今年 是超水準發揮 上次對阿仙奴其實都真的有少少啞煙 去到很後面的階段 所以為什麼這麼熟悉這個球員 就是因為有這個原因 他的長傳 防守 還有非常之難前 就是周圍都見到他的局外率 是非常之高 所以 對著特尼西亞 丹麥 無論是在整體實力方面 還是有個人實力 其實都 無論是對特尼西亞 是高一線 特尼西亞 剛才就說 軟射很強的卡斯利 要多遠呢 不知道 給人認識得比較多的 應該就是 曼聯的青粉產品 是 這個漢尼筆 我們叫美智比 很大的頭髮 就是爆炸頭 美智比 我習慣叫他漢尼筆 但其實他在國家隊的位置上面 他應該都是頂籠作為一個 即是籃球叫第六人 他在足球可能叫做第十二人 總之是換出來 希望改變場上一些形勢 改變那個場上踢法的一個 板凳球員 那他是不是可以什麼位置都擺 我看到他還沒有定位 即是易峰也可以 即是所有位置要換 就換他出來 進攻球員 他是可以中可以左 在中場正中 在AM 即是進攻中場 和左邊的易峰位 這幾個位置他都能踢到 他防守就不好 所以我相信特尼西亞 就算換他出來 都是加強過進攻元素 又或者是守到尾段 前面的人沒什麼力 就換他出來揣擾一下 跑一下 過一隻的機會比較多 十九歲 還有身體的對抗性 相對低一點 他的頭就炸得很厲害 但他的肌肉就沒有出來了 像炒耳一樣 他有人在他的頭上 炒耳的話 有一個炒耳 但來西亞就不會看得那麼低 所以都想看一下他的 但感覺上 就算他出場或者不出場 都不是很改變局勢 這一場真的挺有信心 即是 照計是一場 不能輸的 特尼西亞上屆也有踢這個 你很有信心 剛剛阿根廷也沒有這麼有信心 阿根廷也沒有這麼有信心 阿根廷也會被人打擊 丹麥穩陣很多 丹麥對特尼西亞 丹麥對法國 丹麥對法國 丹麥 丹麥對法國 丹麥 丹麥對法國 丹麥 對特尼西亞 除非你說他們效力的聯賽 是一些很高水準 我們不認識的可能性 否則看他的排面 是很難搞的 不過呢 坦白說這一場 我都猜特尼西亞入不了球 我衝出來猜 2比0 我支持丹麥 奇海得勝 2比0 大家快點猜一下比數 我覺得特尼西亞有猛虎入球 我想看 就是想看他出一圈 他怎麼軟射 因為軟射這些東西 其實真的很難去打 這些東西真的是神來之筆 他斥麥算不高 單手夠了 單手接實 真的有機會入到一球 但怎樣也要輸 可能是2比1 或者3比1 2比1 我猜大比數 一定是大比數 那 不要這麼厲害 大比數 我有解釋 特尼西亞上屆參加這個世界盃 他輸給英格蘭1比2 輸給比利時2比5 輸給巴拿馬 不是贏巴拿馬 但也有給人入球 贏2比1 那 他的防守能力就不敢恭維 而新賽也會輸給日本3比0 所以丹麥一定是入球多 他究竟能不能入球 我傾向是不能入球 不過如果猜大 就猜大 但如果猜比數的話 我會猜丹麥應該可以有一個 樂觀一點的開始 這次3比0 4比0 嘩 真的可以 實力上是可以 但丹麥並不是D4DOT組裡面 名氣最大 甚至客觀實力最強的一隊 是哪一隊呢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法國 下一節說說法國隊 第一場的情況 咦?KK 我喜歡搞會員制 是嗎? 那我們要做什麼 不知道 我想要多拍影片 但是KK 你是車路士女神 當然多人看 我拍影片 會不會沒有人看 整群阿仙奴求迷你怕什麼 你大多人看 還敢說 不過不要緊 我們這麼多主持 應該有很多東西看 沒錯 還要多些人裝會員 我們多些資源 請多些主持 做多些不同的影片 聽說好像很多輪迷都會加入我們 是嗎? 到時我們夠多人 就可以搞個大型的看球派對 真棒 是呀快點 加入會員先 怎樣做 這裡 你也要 快點 這個比賽日 最後一場就是 法國 上屆的冠軍球隊 對戰澳洲的這一場賽事 很喜歡我法國 是觸目的 觸就幾觸 但我怕法國是觸招 因為現在的法國的中場線 簡直可以說是面目全非來形容 大家最有印象的 那些普跑得防守範圍很強的簡敵 在球會就射踢 在國家隊就超神的普巴 全部都沒有粉 沒有水或者傷勢 所以這個中場線 其實都算是法國現在比較弱的一環 前面都保持著勁 有這個金球馬 丹比利 前面很勁 前面真的好強的 但是M1很喜歡他們的中場 其實我挺看好王馬那兩個中場 就是祖阿文尼和加馬文加 另外兩個字 我一定要會 四個字 一段時間 才剛巧過去 因為我自己做法國的介紹 我也看好 上屆已經看好加馬文加 這一屆祖阿文尼過了王馬 他是再表現得更加好,感覺上他們似乎是未來皇馬的核心球員 就算不要說未來,現在他們兩個在皇馬都是直接搶硬 祖阿文尼已經正選機會在皇馬相對多些 反而卡馬文加的成長速度就未合乎當時的預期 但卡馬文加就相對偏防守一點點 不過卡馬文加現在才19歲,他是比曹阿文尼小,三年 雖然他先登陸和馬,但他年紀比較小 所以整體冒起的速度就不可以直接去比較 差三年,剛剛球員去踢大隊,差很遠 他們兩個是多厲害,但真的不及我剛才說的那兩個,沒有份 那兩個超級班 簡直真的沒有計算,好班就有計算 法國也有好班是厲害的,但沒有簡單箱 但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可能一向在法國說的是迪金斯的事情 什麼迪金斯呢?兩次的世界部份其實都關他事的 一次就是球員身份,一次就是教練身份 其實我自己覺得,球壇上其實幾多人都覺得他沒什麼了道 在做教練方面 有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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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運啊,但運是很重要的 但這一次真的 我們三個去教上一屆世界Blue那隊 法國都有八神把握 大家出場 你自己來吧 加油吧 說到最後呢,可能是法國對於他們來說比較有運 因為一次是1998年,一次是2018年 那會不會是個法字呢?不知道 那今屆不行啊 即是他們法國發聲的 在八字尾的時候 很厲害啊 你會學了KK那些壞事 他們黑痴的那些 黑痴 今屆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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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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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仍然是會很倚重他的一個支點 就是後備殺手 當前面可能用到華亞曬或怎樣的時候 他一出來也是有功課交 當然他說他老 可能賓詩馬也是 但其實他兩位球員分別在A.C.米蘭和和馬的發展的路途上 其實都還是我覺得是有一定的作用 對法國來說 我是不肯定賓詩馬會不會有正選 畢竟麥巴比雖然人品不敢恭維 就不特別說了 人品 但他的確在球場上是很有能力的 無論是爆炸力和埋門能力 所以麥巴比應該是必然有正選位置 要看看迪金斯的選項是怎樣 麥巴比是擺正中還是擺左 如果他擺左 中間是會出基奧特去做一個儲等 然後幫忙分波 做一個前場第一點去吸引防守注意力的位置 還是擺賓詩馬 然後右邊再製個單比利 或者製個京士利高盟 一個叫做全公營的陣式 還是又不是 是擺基斯文後的AM的位置 然後去分波 其實在前場的三格 那個配搭真的很多 也是很有能力 基本上在進攻套路上面 就想怎樣都可以 對澳洲可以進攻一點 應該 排面上是有很大的距離 我們儘管說一下澳洲 澳洲有什麼球員大家有可能認識的呢 澳洲嗎 我怕澳洲會跟沙特爭奪其中一個球員 好少少的 起碼有個馬菲拉欣都認識 那些是全靈部隊的 還是什麼 三靈部隊 就是靈得分 靈入球 靈積分 靈積分 還可以 澳洲他上屆 兩個同組的 上屆對賽 法國是贏 不是贏很多 贏2比1 這一次就是老對手 但是法國和沙特 我想說丹麥都同組的 是啊 突然西亞換了上屆秘魯的位置 是啊 所以很有參考價值 澳洲看起來就不像三靈部隊 那他可以介紹的球員 還有搜划員馬菲拉欣 踢過英超都很多年 應該都是必然正選來的 然後中場有個叫做艾丁侯斯迪 在義甲的維羅納踢中 應該會是 級數上是代數國的中場指揮官 是的 他的遠距也不錯 還可以的 而且他會大機會 搭著艾雲尼 踢雙中場 然後可能會搭摩爾 踢防中 整體的步陣 都會偏向保守一點點 你看到澳洲在之前的熱身賽 或者再之前的一些比賽 他們都不是擺得一個很進攻型 也都沒有一個能力擺得很進攻型的一個陣式出來 所以我預計他們都是有這個倒三角形 一個DM 兩個中場中 這個的步陣 前面誰可以入球 要數就 Goodwin這個名字就夠好 很棒 這個名字 好贏 正路是在日積月級聯賽 踢的米槽杜基 米槽杜基 他才在澳洲一場入五球 所以是備受期待的 還有馬菲力騎 這個可以踢左翼 也可以踢正前鋒位置的球員 他也是澳洲的 他就是這個麥卡蘭的隊友 一起都是效力這個麥爾本城 數了 要入球都是靠這兩三個 我心會有些奇奇在數的 都是參考他們近幾場比賽的出場名單 但是你怎樣稱讚 法國他出少一個人 你都覺得有得贏澳洲 那是否法國不用看他後場的人 有什麼人 後場 這一場可能不用 不用怎麼介紹 後面哪個手 是文丹達 還是艾露娜 還是羅里斯 可能大家看完場球 都未必太過記得 不過值得說一下 法國的後防線 是令我們有擔心的 劉華拉尼受傷 本來是一個大象 但是他究竟有多少的狀態 出席正選 不知道 然後在賽前 就是初入選名單 還有巴黎的金賓比 又沒有 是 然後就剩下 烏克美卡路 官迪 勒卡斯 薩尼巴 向南迪斯 是的 官迪 不說薩尼巴 完全沒有 什麼事 薩尼巴英文未必正選 21歲而已 幾位在各自園賽 都不太能表現 對大利西亞才出 可以出一下 他們不是很被人信心 不過畢竟對手是澳洲 也不用擔心 因為幾位防守球員 好像是偏進攻 無論是 防守球員偏進攻 進攻球員偏防守 對 就是他們的作用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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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密人拆得很厲害 就是有人吹到尼甲 最強打機就厲害 吹到尼甲最強的左閘 對的 都期待他在法國隊 可以出場 為法國攻擊 因為法國中場 攻擊力麻麻 那些閘位 不知道會不會進攻 摸一下 閘位上來 然後逸風又內涉 麥花比丹比利 甚至乌古古全部都有突破能力 所以一對閘應該都會站在中場線附近 常常上來的反而曹阿文尼 卡拉文交一些 鬥後面 鬥後一點點 現在就得席了 猜吧 猜比數 猜比數 猜比數啊 其實就猜法國贏就一定的 看看失不失一球 我猜這次就大了 因為我覺得法國普的防線是不穩的 都需要一些經驗的 澳洲那種高Q大棍本來應該不怕 澳洲我覺得他們比較會打高Q大棍 因為他們的球員在蘇超 英冠那些踢 高Q大棍應該有 奧積亞 應該有些把握 可能會打到一兩球 我給大家一個樂觀點的球膽 3比2 4比2 樂觀點 好分點 好啊 覺得法國會贏 但贏得就未必說太過輕鬆 你看回之前 對黑羅地亞就是上屆世界杯決賽的翻版 他們就在歐國聯輸0比1 然後輸給丹麥這隊這麼強的對手 都是輸0比2 那不是正常的嗎 是1比0贏過奧地利 和1比1比奧地利 和1比1比奧地利 近方來說的話 所以我覺得法國呢 整隊球未運行得很順暢 就不同 上一屆 迪金斯就可以很倚重 後上的普巴 或者中間很穩陣有這個 減迪 現在是還有些位需要再執一執 再磨合一下 贏就贏了 贏得辛苦些 我猜1比0 1比0 1比0是辛苦的 辛苦啊 但是不用輸球 不用輸球 但我反而和計3比0不同 澳洲贏 澳洲贏 你要聽一下為什麼嗎 澳洲贏 澳洲有法國贏 就是低些比數 3比0 或2比0 大比數 懲對 就是澳洲不能進球 對 而且澳洲不能進球 因為我覺得法國在進攻線方面 都是高很多 很高很多 其實物不給有料到 一個人只有3比 不就大比數吧 對的 看看他擺什麼位置 因為他們可以運用很多種的陣式和做法 如果放翼鋒可以擺基奧特 如果兩個翼一起出的時候 又是可以有不同的進攻套路 所以對於這一場來說 又對澳洲 我還是覺得他們會試陣 什麼都試一下 就好像阿金平的場 可能是練習都要入球 所以就發覺2比0 3比0 好 愈賽愈操 還有看看會不會澳洲透巷 不會啦 直至都是3比0 澳洲戰鬥力應該高過沙尼一點 感覺上也是 這一組就結束了 這一組我有件事要提供 我想猜丹麥是拿手名比法國 丹麥拿手名嗎 這個有沒有買的呢 哪一組的手名出現 好像有的 好像有的組合 連州份都可以買 即是你猜哪一個州份 拿冠軍 即是美洲還是歐洲 即是你這條Q就是 丹麥搭法國 就丹麥先走 如果可以只買丹麥 我會有信心一點 但法國都不知道會不會撤買 因為呢 還未講 世界杯冠軍後遺症 衛冕冠軍的魔咒 對呀有魔咒 他真的隨時輸的 魔咒就是歐洲球隊在第二年 第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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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分組賽 分組賽出局 西班牙、意大利 都是試過的 德國 上街德國 所以 最好就只買丹麥冠軍 但如果真的要Q 那就焗搭法國 焗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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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猜到澳洲會拿小組冠軍嗎 不會不會 今天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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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突然生又不像 你買個杯子 像呀像呀 丹麥冠軍 歐洲拿冠軍 這集時間就到了 我們下次再看其他組的比賽 拜拜 拜拜